大家好,我是Combi 歡迎來到我的讀書心得 你相信嗎?接下來的五年 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取決於你跟什麼人相處 以及你讀什麼樣的書 讀書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都太忙了 所以我就決定做這個影片 藉著我的讀書心得 把一些重點整理出來 分享給大家 好,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Baby in the back seat 在How to reduce workplace conflict and stress 這本書裡面 提到說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家庭上面 或多少少我們都會面對 人和人之間的衝突 那我們該怎麼樣做 才能降低這種衝突和壓力呢? 作者Anna老師 在書裡面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就是後座的嬰兒 Baby in the back seat Baby in the back seat 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例子 假如你開車開到一半 你前面的車子突然停在路中間 擋住了你 你不管怎麼樣按喇叭 它動也不動 那這個時候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可能會很生氣 尤其上班又快要遲到了 結果前面這個人呢 這麼不會別人著想 說停就停 你就很憤怒的下車 跑到前面這個車旁邊 大力的敲塌窗戶 叫他趕快走開 你不要擋我的路 結果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了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在這輛車裡面的後座 有一個小嬰孩 而這個嬰孩呢 可能是吃東西 噎住了 它無法不吸 它整個臉已經變成藍色了 這個駕駛呢 是嬰兒的媽媽 她正在拼命的為她小孩急救 這個時候你就恍然大悟了 原來這個媽媽開車開到一半 突然停車 是因為她發現她的孩子 已經失去了呼吸 所以就馬上把車停在路中間嘛 因為她第一時間去救她的孩子 你在後面 再怎麼生氣 再怎麼按喇叭 這個媽媽都不會把車子移走 因為在那一刻 最重要的是要先把她的孩子救活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 就是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前面若是有一輛車 突然停下來 擋住了你的路 你的第一個反應 不一定是要生氣 哪是要問自己說 是不是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真相在裡面 可能前面的車子後座 有一個快要死掉的嬰孩 而這個媽媽正在搶救她 而我們生活當中呢 之所以有這麼多的衝突 常常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那個Baby in the backseat 我們看到事情的表面之後 就太快的動怒 太快反應 而這本書的作者呢 告訴我們說 在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 不一定是要馬上生氣 要先問問自己 我們是否真正的了解事情的真相 是不是在後座 有一個將要窒息的陰孩 如果我們肯先問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衝突 其實這樣子的道理 在基督教的聖經裡面也看得到 比如說在真言裡面 就有鮮素勤優的似乎有禮 但鈴舍來到就查出實情 這樣子的經文提醒我 任何的事情都不要太快下結論 我最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影片 講到說一個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之下 就太快生氣 甚至動手打人 結果後來知道真相之後 就很懊悔 我們來看一看 影片中的女孩呢 一開始可能覺得說對面的這個男人很不禮貌 一直盯著自己看 好像在性騷擾一樣 結果打了她一巴掌之後 才發現說原來她是一個看不見的毛女 後來她當然就是很懊悔 這個影片呢 可能是一個惡作劇 可能是一個prank 但是仍然有重要的功課在裡面 那就是在生氣之前 要先問問自己 我是否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 人和人之間的衝突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卻是可以去降低的 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和別人相處的時候 你是不是常常會有這種生氣的感覺 可能是別人的一句話人裡生氣 或者是一個行為激怒你 在這個時候呢 與其太快動怒 我們必須要很好奇的問我們自己 為什麼這個人會有這個樣子的表現 是不是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 有一個baby in the backseat 若是我們肯先用好奇心來代替負面的情緒的話 就會大大的減少我們和他人之間的衝突 除了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之外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傾向和平的嘛 對不對 而baby in the backseat 這樣子的觀念呢 是會幫助我們更冷靜的控制我們的情緒 How to reduce workplace conflict and stress 這本書裡面的baby in the backseat 是我今天讀書心得分享重點 在衝突時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 可能這個讓你生氣的人 他有一個baby in the backseat 所以要用好奇心代替負面的情緒 這樣就真的能夠reduce conflict and stress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也請你按一個讚 然後也按一下紅色的subscribe 這樣以後我若是有新的影片 你們可以第一時間看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康比 下次再見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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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